欢迎回到新的欢迎光大道 我们插播最新的讯息 国民党花莲县长初选的电话民调 已经有了结果 杜丽华是以54%胜出 叶金川的45% 国民党预计会在星期三 就提名县长参选人的人选 应该就是杜丽华 而在初选失败的叶金川 刚刚接受访问表示说 他已经尽力了 未来短时间之内会继续留在花莲 花莲的选情非常复杂 今天早上呢 花莲县的副县长张志明 也宣布参选 另外还有这个立委傅宽奇 可能也会选 现在在花莲参选的状况 是非常的激烈 会不会评论一下 不敢不敢评论 这个是叶金川登的广告 昨天见报的这个广告 因为昨天是电话民调的最后一天嘛 就刚刚你念的那个结果 3PO啦 所以有好吗 他尽力了 我当然知道他尽力 我觉得刚刚钟星兄讲的很好 你以为花莲管的这个电话民调的 这个租策你就知道了 这也给政府 国民党民进党都一样 虽然花莲是被你们讲成后山 然后说这个铁票区 没有什么 这没有铁票了啦 没有什么加持光环的 没有啦 这也让中共知道说 馬英九讲话不算 没办法算数 你不能怪他啦 你现在也解对啦 你连花莲都用花莲丁党 对啊 连花莲縣党都没办法决定谁 实在是 这太好了 你一直讲到共产党去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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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